下面我们来请出下一位的经纪人 他叫妹成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Diamobar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稍微来说就是稍微贵一点了 是288万8千 但是呢 它的面积有6583平方英尺 是6.5玉 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套房了 然后土地面积有69779平方英尺 有一个物业费是220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它是在感觉像在一个山头上 好 来看一下地图 对 这是一个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周围全部都是居民区 好 来看一下服饰图 是的 这个就是它房子的所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围全部都是绿地 它的容积率非常的低 所以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隐私 而且它是占据一个高高的一个小山包 好 来看一下妹成给我们带来的视频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套房子 位于Diamobar的Country社区里 这个社区呢 警卫非常深沿 有24小时的警卫看守着 治安非常的好 那地理位置呢 也非常的方便 它到高速公路到学校到商场都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子的大门 它的前院 前庭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房子非常的气派 所盖的也非常的现代感 由于从这个大门的外观来讲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人是非常的用心 对这个家里是非常的 装饰品都大大小小 它非常的仔细 非常的讲究 由于这个房子的地势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非常的 景观是非常的漂亮 设计的时候呢 它利用了这个地势的优点 所以它尽量呢 做了很多的阳台 让这个很多房子的每个地方呢 都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景观 还有景色 一进门呢 是一个挑高的一个路门的一个玄关 非常的漂亮 上面有一些水晶灯 可以看得出来屋主对这个房子的布置的讲究 可以看得到手扶梯 所有的雕花都是特别精选的 为了这个房子来搭配 我们现在会看到的是正式餐厅 整个屋主对房子的布置 非常的讲究 非常的美 那正式餐厅的左边呢 往里面走 就是正式的客厅 你看得到很多门可以出去外面的阳台 整个非常的静心的布置 对家居的布置讲究也非常的仔细 左边有两片门可以出去到外面的阳台 可以看得到外面的风景 这里又有一片门可以出去到旁边的庭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往厨房的这个位置走 可以看得出来厨房的厨柜 非常的现代感 主人呢 屋主他是花了两年的时间把这个房子打造完成 重新装潢 把它整个全部重新做过 所以你看得出来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漂亮 然后有很大的一个冰箱 那厨房的这边呢 我们通往有一个小的另外一个厨房 就是中式厨房 这个就不怕有油炸呀 油烟多的炒菜的食物呢 都可以在这个中式厨房做 非常的方便 厨房再往前走呢 你就会看到是早餐桌 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个餐桌在这里 然后早餐桌的旁边呢 就是Family Room 就是家里看电视的地方呀 休息的地方 那Family Room的后面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书房 非常的优雅 布置的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舒服 也很安静 那早餐桌 吃饭的地方 往后走呢 会通往 有另外一个楼梯 这个房子总共有两套楼梯 一个是在大门的路口 另外一个就是在厨房这边 那非常的方便 房子大 可是呢 你到都很方便到二楼去 楼下呢 这里是有一个套房 这个房子呢 总共有六个套房 六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是套房 右边呢 右边呢 是车库的门 由车库进来房子 那这一个呢 是楼下的房间 房间的采光也非常好 每个房间也都是正正方方的 非常的舒适 很优雅 也有门可以到外面的后院去 这是厕所 那我们现在呢 就从楼下的房间要往二楼走 二楼一上来呢 左手间就 左边就有一套房间 也是一样 房间都是正正方方的 采光非常好 浴室也非常的大 很舒服 然后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衣柜 衣橱 walking closet 那楼梯的右手边呢 又是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较大一点 也是采光非常好 那这个房间呢 有门可以直接到外面的阳台 这个阳台的非常宽敞 每一个房间呢 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厕所 都有厕所的灯都是感应的 所以人只要一进去呢 不需要碰到开关 他自己灯就会亮了 那我们现在再往前走 左手边呢 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呢 洗衣房呢 也有一个门可以通到外面二楼的阳台 然后也有掉衣服的衣架 底下很大的一个洗手台 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前走 右手边呢 又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第四套房间 刚刚楼下有一套房 楼上呢 楼梯上来有两套 这个是第四套房间 这是洗手间 那我们现在往外走 这个是房间 也是每个房间采光是非常的好 他们非常主人非常重视采光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每个房间至少都有两个窗户以上 这个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五套房间 一样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往下走呢 它这里有衣橱 然后厕所 非常的简单 干净 从房间再出来呢 左手边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阳台 左边这个门呢 第一个门是洗衣房出来的门 第二个门呢 是刚刚我们介绍的房间出来的一个 那个门可以出到这个阳台 你可以感受明显感受到这个风景是非常美的 非常漂亮 晚上出来这里透透风 是非常舒服的 那我们再往前走呢 就是二楼的一个 楼上的一个客厅 那主人呢 把这个客厅呢 就做成好像客人来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唱唱歌呀 喝喝小酒呀 谈谈天啊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漂亮 这个楼梯就是我们刚刚大门进来的楼梯 接下来呢 从这个楼梯一上来的左手边 我们就往左卧室走 上来可以看得到这个玄关 女主人也是一样 一点都不马虎 不止的 选的窗帘灯具都非常的漂亮 左卧室一进来呢 右手边是卫浴设备 左手边这个门呢 是衣橱 这个布置也是非常的美轮美奂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优雅 接下来就是主卧室的地方了 非常的舒服 也是采光非常的好 窗户火炉 金色漂亮很漂亮 然后主卧室呢 也有自己的阳台可以出去 我们看到有两片门 两三门可以出去到自己的阳台 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好 居高零下 视野非常的宽阔 今天我所要介绍的这套房子 售价是288万8 室内面积6583尺 地大6万9千尺 有六个房 六个半厕所 楼下有一个套房 再加上一个书房 每个房间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套房来的 屋主呢 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终于在2018年 完成了所有的家盖及装修 这套房子呢 坐落于钻石巴的Country社区里面 这个社区呢 门禁深沿 有24小时的警卫看着 这个社区呢 它在于钻石巴的市中心 所以呢 它到商场到学校上高速公路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再加上它也是一套学区房 它在于鼎鼎有名的核桃学区 所有的师资学校设备都是一流的 我相信各位观众 以这样的价格 以这样优秀的地理位置 及良好的学区 各位呢 是不会想要错过这套房子的 如果各位观众 有想要看这套房子的话呢 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 或test给我 我会安排时间来介绍这套房子 给你们的 谢谢 是的 所以呢 这套房子在Diamond Bar 是这个MATCHN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房子是200多万的房子 大家可以 也可以 如果是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Diamond Bar是非常好的一个学区 而且这个房子看起来也不错 同志 这套房子的字云